一早的话 给治疗的话 都会是这样吸食这样子 除了临床要给的药物 或是复健 指导那些之外 还有一些什么 像有时候会希望我们换床单 帮忙换衣服 然后帮忙协助用餐这样子 比较繁杂啦 护理师对照顾患者 都必须要有高度热忱 才能因应过劳高压的工作环境 但台湾护理人力不足 大量流失 导致现在有的医院出现关床潮 疫情后 护理人员快速流失 不少的医院都出现 护理人力不足 有床没人只能关床的窘境 尤其北部更是沦为重灾区 不少的医院 是直接关了约一成的床位 直接影响到病患的就医权利 护理人员工时长 近半年来有1726名护理人员 退出第一线 职业率仅58.4% 不少医院只好无奈关床 台北马街医院 关床数200床以上 正行医院超过100床 星光医院也关近50床 亚东医院则关了5%到10%的床位 因为根据医事法规规定 以全日平均互病比来看 平均每位护理师可照顾病床 约9到15床 在没有足额护理师的情况下 就不能启用床位 目前台湾地区的病床 在去年底高达全国有17万2000张的一个病床 完全是足够的 但是就是因为护理师的这个人数不足 而没有办法让病床全部的一个开出来 全国的这个每一家医疗机构 缺的护理师人数 大概是在100到150位左右 那全国加起来的这个总缺口呢 我想大概是在2000到2500人左右的一个数字 台湾医疗界面临前所未有的护理师离职潮 疫情影响下 去年护理人员离职率高达11.73% 创下新高 控缺率多达6.53% 为了补强人力 今年护理国考增半道三次 卫福部也言商将三班护病笔入法 判人力回流 当然如果整个护理师的人数 是足够的一个情况之下 那我们往这个三班的护病笔 能够更细致化的去规划推动 来保障所谓的病人的安全跟医疗品质 那当然这个我们是乐观其成的 但是问题的根源是在于说 目前整个护理师是有缺口的一个存在 而有这个缺口的存在 即使你规范了三班的护病笔 如果在护病笔不足的情况之下 各医院可能还是要面临 所谓的关床的一个这样一个现象 台湾的三班护病笔 或者是笔照日本的一笔切的标准 至今仍然没有入法 那这样的一个长期的问题 其实就像是台湾的一个慢性病 那你平时疏于重视跟照护 那因为它看起来像没什么事情 但有一天可能就会给你一个 走下坡的这样一个情况 那我们现在的护理人力 其实就在面临这样的一个困境 那归根究底 其实还是出在这个 劳动保障不足的这样一个问题 根据中华民国全国护理师工会统计 2023年护理人员职业人数 从年初十八万七千多人 一路下滑到六月剩下十八万六千多人 薪资待遇没有实质成长是主因 虽然劳动部宣称 平均月薪超过四万元 但实际上很多人薪资是低于四万 新进护理师 且薪约三万二到三万六不等 薪水和付出不成正比 以市场机制来看 它事实上它就是价格导向 我们的护理师的这些薪资结构 这么样子的不吸引人 它在所有的医疗职业当中 它是薪资结构 它是排名在六七以下了 那这个部分呢 真的是让人家非常心寒 临床上的这些护理师 如果我们用现在的模式的价钱 这些薪资结构 想要去吸引他们 我觉得这一定是有困难 高护病比过劳和低薪问题 导致护理人力不足 到头来受害的还是全体人民 提高薪资待遇 杜绝超时工作 改善护理的职场环境 也才能给我们良好的医疗照护 TVBS新闻 颜文生 刘彦轩台北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